各位朋友 有好多粉丝说 赶快说说吧 有四名美国人在中国被刺了 这个影响极坏啊 现在的海外的这帮独路运摇棍们 都鼓噪起来了 跟蛤蟆炒弯一样 其实说中国义和团再起 这是又要烧教堂杀洋人了吗 对吧 海外的这些独路运们 他们通常是以 这个造谣为乐 但是这个事呢 确实有 但是这只是一个孤立的 这么一个事件吧 中国人在美国有多少被袭击的 是吧 天天都有 你看看媒体在意吗 正因为中国太安全了 四名美国人在中国出事了 所以这立刻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新闻了 但这个事情首先说 后果并不严重 因为这几个人呢 都是受的轻伤啊 现在呢 已经到医院里去治疗了 这个没有什么生病的危险啊 这个事情呢 各国的媒体都报道了啊 怎么回事呢 美国的爱奥瓦州的康奈尔学院 还有四名派到中国的教师 在参观吉林的一个公园时被刺伤 康奈尔学院的院长布兰德 他说呢 袭击发生的时候呢 这些教师正在与华北大学的一名教员 一起在公园里边 该学院的发言人 这个健 告诉美国之音 说这所位于福农山的私立学校 与吉林的北华大学有合作关系 康奈尔学院呢 是爱荷华州的一所私立的文理学院 与吉林省的北华大学合作 康奈尔学院呢 负责向北华大学派出美方的教师 康奈尔学院的学生呢 并没有参与该合作的交流项目 袭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呢 细节是否有针对性 及教师的受伤程度呢 尚募清楚 学校呢 已经为四位教师取得联系 正在提供帮助 美国国务院呢 在一封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 说已经获悉呢 吉林省发生了一起吃刀伤人的事件 并表示呢 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 目前呢 无法发表进一步的评论 爱荷瓦州的联邦众议员 马利安内特啊 然后呢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他正在试图联系美国大使馆 确保受害者受到良好的医治 并尽快返回美国啊 那个爱荷瓦州的这个参议员 焦尼则表示 他和他的团队与该学院和国务院保持联系 随时准备进一步协助这些爱荷瓦州的居民 并祈祷所有的受害人早日康复 是吧 这个事情啊 发生的时候呢 是确实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 关键的一个时期吧 因为中国正在开放啊 很多的国家的免签 进入中国去旅游 现在好多的外国人 到了中国以后 成了中国形象的宣传家了啊 在油管上 在TikTok上充斥着说 中国超乎想象的先进与安全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四名美国人被刺的事件 可以说对中国的国际形象 可以说是破坏甚大 啊 这个事情呢 呃 可以说 一定要严惩 一定要查明 这个事情的真实的原因 啊 我个人认为啊 这事儿就应该是一个孤立的啊 这么一个事件 呃 这个事情呢 胡锡进呢 呃 也 为此发生了 但是胡锡进呢 现在是招雷的体制 说啥啊 就都挨骂吧 啊 胡锡进是这么说的 呃 说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 呃 四名 美国大学的交换教师 昨天在吉林北山公园 被一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刺伤后 住进医院 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三名外国人躺在地下 周围有很多中国表达关切的当地游客 估计警方不久以后有通报 老胡希望这是一个偶然事件 几名外国人成了随机作案的目标 啊 从视频看呢 受伤的外国人伤势并不是很重 祝愿他们得到及时的治疗 并且安好 啊 目前呢 中美官方正在推动两国加快恢复人员的交流 这四名教师呢 来自于爱荷华州的康奈尔学院 他们受邀在吉林北华大学授课 报道称呢 北华大学与康奈尔学院 走到2018年就签署了康奈尔学院向该校 派遣教师的协议 近一段时间 中国各地的外国人明显的增多 我们民间对出现在街市和旅游景点的外国人 普遍很游考 无论这件事 袭击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干这件事 他在中国社会整体面上都是一个偶然事件 老胡希望并且相信这起事件 不会对中外人员交流产生负面的影响 老胡说的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老胡呢 最近呢 说啥都挨骂 中国的网友大多数都是说 这个老胡啊 你应该更关注的事情的原因 不是事情的影响 几个外国人被伤 没啥大不了的 是吧 又有什么大的影响啊 不媚外 也别拒外 中国人在美国受到的袭击多了去了 怎么没人出声呢 老胡 反正老胡现在是招雷的体制吧 这个事情 有没有一个结果了呢 在中国这样的 这个安全的社会里边 偶发这种事件一定会迅速的破案 当地的警方迅速的就确定了 嫌疑人 各位 这不是来了吗 协查通报 2024年6月10号 11点40分许 在吉林省传营区北山公园内 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 现场有5名人员不同程度的受伤 现正在该 正在医院救治 没有生命危险 大家还记得吧 刚才我说美国之音的报道里边说 4名美国的教师 加上一名当地大学的教师 这五个人全受伤了 那是什么意思啊 各位 那就是无差别的对这五个人 但是这五个人都是一座学校里的 你要说是随机选择的目标 对吧 这也不全是外国人 还有一个中国人 那这里边最终会有什么样的根本的原因呢 让我们看看警方最后的通报吧 这肯定是一个偶发性的这么一个因素 这个人是谁呢 经警方的工作 嫌疑人叫做崔大鹏 南 户籍地址是吉林市龙潭区 有重大的嫌疑 逃跑时上身穿黑色长袖 下身穿黑色裤子 头戴黑色帽子 不戴眼镜 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中等身材 这对他已经进行了通计了 警官的联系人电话都有 照片都出来了 你要相信在中国的天眼的这种覆盖下 这个所谓的嫌疑人崔大鹏 马上就会被抓捕归案 我相信可能过不了夜 就会被抓捕归案 那至于他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是专门要破坏 中国的安全的社会形象吗 还是说是被某方面的势力买通了 专门出来给中国现在的这个旅游业抹黑的呢 这都有可能 各位 或者说是这个单纯的精神病人呢 这也有可能 是吧 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动机 我相信 中国政府都会对他进行严惩 这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而且国际影响太坏 判他个20年 甚至是毙了他 那都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人不管什么那个原因吧 我想呢 毙了得了 对吧 两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待